一直没见面 所以非常地遗憾 我非常渴望能够见到葛优葛大爷 葛优是我一个系统的 我们在一起开过会 看到你我就开始怀疑我见的是不是你 还有一个我就觉得 我的感慨就是 葛优长得那样 已经是人类的奇迹 居然它也长成那样 绝对是一小概率事件 你不觉得你长成这样也是一小概率事件 好吧我们是奇葩的聚会 奇葩 我们一群奇葩 三个奇葩陪着一美女 怎么就把我算进去了 我觉得我长得还挺专正的 是吧 就是吧你看 该吃药了雷老师 药不能成 我就特好奇 你都没见过真人 怎么能模仿成这样 葛大爷也是在不断的变换 他的声音 表演风格其实也在变 所以我们 我作为模仿者也在不断变换 你看最早 有一部电影 我非常有印象 叫烈火金刚 当时葛大爷演的是雕食棍 个人分析 可能带一些话剧的成分 一张顿 咱们方圆百里 无人不知我雕食棍 他 他摇喝的感觉 但是后来 他这个 又收了好多 你看包括 咱说那个天下无贼 他说话都是 眼睛啊 都有点 迷风的感觉 是吧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 黎叔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刚才你的这个演讲 我听了之后挺感动的 也替你感慨 怎么说呢 你说现在 变成大明星了 俩标志 第一个 就是有人主动来撞脸了 就是说我胡子卫变大明星了 你看这人长得像胡子卫一把撞脸 你以为好多女孩 在他去韩国的路上 第二个是什么呢 是被人模仿 模仿这个事啊 其实特别特别的尴尬 你永远没有办法进行艺术创造 别人对于你关心的只是像不像 从来不会关心你 演的好不好 精彩不精彩 是不是有这种痛苦 也不完全是 不瞒大伙说 我说的是葛优的模仿者 然后我也属于唱作人吧 也写了很多歌 也是舞台演员 在我们模仿圈里 他们都叫我帮主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组建了一个非常大的团队 四五十个人 就是各种明星的气身 包括谢霆锋的陈小春 就是你任何一部电影 电视剧 都是我跟你来接 它长得像观众喜爱 咱可以做一些有益的事啊 我们现在正在筹建 明星帮第一所希望小学 我们下期见